好可愛呀 Hello 大家好 我是許姨 Tiffany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IG Filter 到底是怎樣做的呢 有興趣的就繼續看下去啦 做Filter 第一件事 當然要下載 Spark AR Studio 先啦 我們首先去到 Google 然後搜尋 Spark AR 第一行就已經看到是 Spark AR Studio 然後你看到畫面的右上角 有下載這個按鍵 按進去 同樣都是下載這個按鍵 按進去之後就會自動下載 Spark AR這個軟件 下載完之後 按進去就會自動下載 Spark AR Studio Setup 這個畫面 慢慢按照它的指示 就很快可以安裝好 Spark AR Studio 在這個電腦裏面的啦 做Filter 當然想在鏡頭裏面摸好一點 皮膚白滑一點 我們第一件事就分享一下 怎樣可以在Filter上加尾機這個功能 我們首先呢 打開 Spark AR Studio 然後開一個新的Project 裡面有不同的選擇 我們這次分享就會用一個空白的Project 進去會看到一個很齊整 分好不同area的版面 這個打直的長方形 就是讓你即時 preview Filter 的效果 畫面的左上方呢 也會看到一個攝錄機 icon 方便你看回Filter 用在不同人身上會有什麼效果 當然啦 如果你的電腦是有Webcam的話 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樣子 做即時 preview 而尾機的第一步 就是Add Object 然後按一下 Face Tracker 再按insert 為了方便整齊一點 我們就習慣用回相應的名字 我們會叫做retouch的 之後write一個retouch仔 add一個face mesh review部分就會看到 有黑白格仔 track到個人樣子 然後再去畫面的右邊 按一按materials 右邊的加好 就會看到黑白格仔 就會變成另一個texture 然後為剛才新加的material 改回相應的名字 這次我們就叫做retouch material 進去之後 將右上角改成retouching 這樣就成功加了美肌的功效 下面有一條叫做skin smoothing的bar 代表了美肌的程度 100%就是最高的強度 不過要注意一下 如果美肌的強度太高 就會令到filter看上去很不自然 很不靈 下一項就是分享一下 怎樣加一個QQ的蜜蜂頭色 第一個步驟 就要設計好理想家的圖案 我們的designer就用了photoshop 去做這個有趣的蜜蜂鬍鬍鬍 打開Spark AR Studio 再一次在scene裡面 add object face tracker 然後再insert 這次就會把這個tracker 改成名字叫b 然後right kickb add一個plink 這次出現的是 一個check著人樣的黑白格仔平面 在右邊可以調整一下它的位置和大小 下面同樣新加一個material 幫它改名字 因為方便你之後自己處理素材 之後你就會在右邊的texture 上載已經設計好的圖案 記得記得要把shader type轉為flat 雖然設計圖案大部分的改動 都要預先在其他設計的軟件做好 然後再上spark AR Studio 但是一些微細的改動 例如圖案的透明度 位置等等都可以在這裡改動到 最後一樣就分享一下如何在filter裡面加音樂 首先要自己準備好一個音樂 但是要注意 file size不可以超過spark AR Studio的限制 然後我們需要用到一些網上的音效轉換器 而今次我們就用到audio converter 進去我們要上載已經準備好的音樂 將它轉換成m4a檔案 再去進階設定 選擇44.1kHz 通道1 即是moral單聲度 再按轉換 之後下載 打開spark AR Studio 在左下方add asset 選audio playback controller 再改名 就叫做music 在右上方audio那裡 選擇import from computer 再選擇剛才轉換的音樂 之後打開play 如果想音樂自動重播的話 也要打開loop字 然後在scene裡面add object 今次就不是tracker了 而是滾下一點的speaker 是不是現在暫時都未聽到聲音呢 因為要在右邊audio選擇相應的音檔 music 現在就有音樂了 右邊也可以調整音樂的聲量 就不用因為怕太大聲 或者太小聲聽不到 現在就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filter project 我們的filter有分三種不同的Style 可以按一下螢幕就會跳到另一個Style 怎樣可以模擬我們用電話 tap screen這個動作呢 在這個preview的右上角選擇 simulate touch 之後原本的mouse就會變成一個半透明的圈圈 就好像你的手指一樣 按一下就等於按一下螢幕 Spark AR Studio的界面其實都算容易上手和整理 左上方就是scene和layer的 就給creator把一些效果分類、排次序等等 就算做多少不同的效果都好 只要好好地整理 其實不會因為太多東西而眼花療緣 而在下面你就會看到asset 簡單來說就是存放素材的地方 例如剛才的音檔、蜜峰的soulsoul、png等等 而中間就是patch editor 就是給creator把不同的效果和素材串連一齊 做成各種各樣的Style 而在右邊就是不同的素材或者效果的details 就給creator做一些不同的調整 整完filter當然想親身在自己的電話測試一下 在最左邊這條bar 按一按test on device 再按send to app 選擇你想在facebook還是instagram試filter 等一會它就會成功上載了測試板去你的電話 又或者用下面的link 傳給朋友問意見都可以 測試完沒問題之後 就正式可以上載給官方人員審查 按一按upload and export 彈出來的就會是project的details 初步看看filter 究竟過不過到第一關 到最底就是問你 是要更新舊有的filter 還是上載一個全新的filter 你選完之後就可以upload 等一會就會彈出spark arhub的page 在相應的位置打回資料就可以提交了 在spark arhub這個page 你大概可以看到你所做的filter的狀況 就例如我們第一個版本的filter其實是不成功的 因為某些部分我們沒有好好留意製作須知 本來我們的filter是有加一些字的 但後來發現原來文字是不可以固定一個位置的 但其實很多creator做的filter 都可以做到這個固定文字 不過因為我們太心急了 很想快點給filter大家用 所以就直接不要文字 就給官方人員再審查多一次 結果不夠一天 filter就已經成功upload 可以給大家用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好好留意這些細字 去到特效總纜這一頁 就可以看到filter的使用量 幾多人save低了這些數據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位要留意 要填好filter資料的地方 不過這些都等大家去發覺一下 你們就可以創造一些屬於你們自己獨一無二的filter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這個影片也幫到大家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subscribe、留言 和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最新影片 先看啦 找到正面了 今天影片還給大家聽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